上期讲到静雯发现勇者小队的成员还夸得舅舅 静雯和腾公连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舅舅 眼看舅舅还是不出来 静雯决定相信他的意志 现在还是赶紧看录像吧 他实在等不了了 而画面中的舅舅也终于追上了蜂魔鸟 只见他从腰间掏出了三张符咒 这就是他敢追上来的一仗 他首先把蜂系符咒扔到地上 借助蜂力飞向蜂魔鸟 然后掏出火系符咒 刹那间黑烟四起 这可给静雯两人吓坏了 好在舅舅最后安然无恙 只是用兵系符咒落地时 强大的反振力腾的舅舅满地打滚 而此时 另一只蜂魔鸟突然朝舅舅袭来 只见一道紫色光芒闪过 两只魔物瞬间就被人解决了 舅舅对此似乎早有预料 朝着远方的山头挥了挥手 就在静雯两人看得十分疑惑之时 舅舅告诉他们 这是精灵干的 他应该是找到剑翘了 此时精灵突然 发现舅舅看的方向不对 气得他就又开了一枪 看到舅舅选择逃跑 他更是开启了追击模式 舅舅觉得这可能就是精灵王族吧 能像玩游戏一样狩猎人类 就当静雯想为舅舅打抱不平的时候 腾宫很好奇 那些鸟怎么会这么强 原来是因为蜂魔鸟呼出的气体实在太臭 小精灵们一闻到这味道 就不想工作了 所以哪怕是蜂魔鸟已经没了 但空气中残留的臭味 依旧让舅舅用不出魔法 等舅舅找到爱丽西亚 他就看到红毛两人全被催眠了 而弱小无助的爱丽西亚只能逃窜 催眠受正兴奋地看着这一幕 于是 舅舅问爱丽西亚能不能用魔杖解除催眠 可爱丽西亚想都不想就说不能 但舅舅想到 精灵的道具都有机关 他直接上手开始操作 没想到魔杖还真有了反应 魔杖飞到了空中 一阵耀眼的光芒闪过 舅舅毫不犹豫地护住了爱丽西亚 映入眼帘的是两道光柱 巧妙地将它们分割开来 舅舅发现这道光没有危害 他让爱丽西亚趁机解除它们的催眠 平静下来的爱丽西亚 很快就解除了三人的催眠 不等他开心几秒 催眠兽直接扬起了他的拳头 就在众人以为爱丽西亚即将拧命之时 奇迹出现了 催眠兽到死都想不到 爱丽西亚竟然会因为魔杖的副作用 从而能够使用同伴的招式 而且 他还获得了神明之力的加成 直接拥有了勇者的真实水平等 催眠兽缓过神来后 就想赶紧离开这里 随着他撞开栅栏的瞬间 一大群炎杀兽从中挤了进来 他们刚想发动攻击 就被一根根锁链困住 而这正是舅舅擅长的锁链魔法 伴随着舅舅嚣张的脚步 无数水智精灵从他的脚下涌出 毕竟这里的水智精灵早就怒不可乐 随后舅舅放开炎杀兽 趁着他们一拥而上 舅舅的脚下冒出了无数水蛇 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咬在空中 随着舅舅拳头的握紧 绚丽的蓝色光芒一闪而过 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中 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 直接浇灭了熊熊大火 到这里 危机总算结束 旅馆一家人对爱丽西亚表达了感谢 舅舅也不下了结界 成功造出了一个新的露天温泉 这段故事看得静闻意犹未尽 但腾宫突然想起 舅舅不是说有人不让他消除记忆吗 不提这个 舅舅差点忘了 那是战斗结束之后 他又重新泡了下温泉 没多久 爱丽西亚也过来了 男人悄悄地睁开眼睛 看到他穿着衣服才放下心来 但谁想到旁边的树枝是这么不凑巧 竟然勾到了女孩的衣服 舅舅连忙对自己使用了诗意魔法 这娴熟的动作 直接让静闻两人惊呆了 而此时恢复记忆的舅舅 却因为副作用 鼻血止不住地流出来 等爱丽西亚整理好衣服 舅舅却是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姿态 爱丽西亚还以为 舅舅对她这种小女生不感兴趣 却不想舅舅直接告诉她 自己只有20岁 爱丽西亚万万没想到 舅舅竟然比自己还小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 万一是生日弄错了呢 原来爱丽西亚 其实没有9岁以前的记忆 于是 她让舅舅对她使用一下 展现记忆的魔法 舅舅当然不会拒绝 爱丽西亚最初的记忆 就是血与马车 她被哥布林用马车带了出去 是红毛他们村子的守卫救下了她 或许是因为撞坏了脑袋 她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 以前的事情 身上只有一次姐姐送她的生日贺卡 之后 她被司机收养 取名为爱丽西亚 直到她长大成人 所以她的生日其实也并不准确 而此时的舅舅却沉默了 毕竟爱丽西亚将记忆看得如此宝贵 她却擅自删除了女孩两次记忆 当爱丽西亚听到这件事 她的眼睛瞬间失去了光彩 她愤怒地起身 脸色难看地质问舅舅 删除了她哪些记忆 第一次是打败哥布林军团的时候 第二次就是走后门攻克迷宫的记忆 直到现在 爱丽西亚才意识到 舅舅其实才是真正的勇者 再加上修复了结界都市的结界 这已经算得上传说级勇者的壮举了 她完全不明白 舅舅到底在想什么 可她不知道的是 结界其实也是舅舅破坏的 听到这里 爱丽西亚还是不相信 舅舅是那种将居民的生命 当成儿戏的人 舅舅犹豫片刻 她第一次在异世界中展露心扉 作为一个地球人 她真的很想回家 所以她对着坚固的结界 用出了最强的攻击魔法 想看看是否能从产生的空间扭曲中 找到回归的线索 但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明白真相的爱丽西亚恳求舅舅 不要再使用失忆魔法 但舅舅依旧坚持 她这样做是为了生存 只要有必要 她就一定会用 面对如此执拗的舅舅 爱丽西亚十分痛苦 她大喊着 她真的不希望舅舅将来忘记她 或许是女孩真诚的态度感动了舅舅 舅舅沉默片刻 竟然发誓她今后 绝不会对爱丽西亚使用失忆魔法 并且绝不会消除自己对爱丽西亚的记忆 突然 爱丽西亚想到了什么 刚才 舅舅原来是在用失忆魔法呀 这句话引起了舅舅的兴趣 但爱丽西亚对此根本没法细说 可刚立下约定的舅舅 又怎么会罢休 或许是被纠缠的不行 爱丽西亚让舅舅闭上眼睛 她决定亲自演示一下 刚才发生的事情 就在这时 山上突然飞出一道紫色激光 这接连不断的激光 吓得舅舅衣服都来不及穿 就赶紧逃走了 这天 舅舅准备去森林中讨伐唱歌魔物 看着魔物恐怖的模样 舅舅毫不犹豫地使出了加速魔法 伸手召唤出光剑 她以闪电般的速度 就冲向了唱歌魔物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 舅舅好像发现了什么 虽然及时收手了 可在惯性作用下 舅舅直接滚了出去 等她再睁开眼睛 她发现自己撞到了一个冰柱 上面映入眼帘的 竟然是自己的第二个老婆 雪女 而她就是唱歌魔物的真正面目 当雪女发现 舅舅听到了自己的歌声时 立马害羞地蹲坐在了地上 舅舅很不理解 雪女大晚上地在这里干什么呢 如果遇到魔物就麻烦了 但是雪女却一脸骄傲地表示没关系 毕竟她身上的斗篷自带幻影魔法 只要趴在地上就可以变成狗 听到雪女的话 舅舅反倒更疑惑了 雪女不是在王都找到了 正规骑士这个稳定的工作吗 但是雪女只是露出了一个奇妙的微笑 说她要去更广阔的地方看看 舅舅没想到 雪女竟然可以主动放弃如此高薪的工作 但是谁想到 雪女只是因为消极代工 而被辞退了而已 可为了面子 她还是毫不犹豫地忽悠起了舅舅 直接给静文看得是十分震惊 其实 雪女一直在这个森林中 过着自己自足的生活 尤其是在她建好这个可怕的冰雕后 更是没有人敢接近这里了 她现在已经把这里当成了以后的归宿 但还没等她多开心两秒 舅舅直接掏出了光剑 她要亲手打倒雪女 毕竟她已经接受了 讨伐唱歌魔物的委托 既然雪女是唱歌魔物的本来面目 而且没有丝毫离开的意思 那她就只能对雪女出手了 听到这句话 雪女吓得连忙表示 自己会连夜离开的 现在雪女又失去了一个家 她都不知道明天开始该怎么办 舅舅却觉得 只要把她送给雪女的戒指卖掉 这都不算是 殊不知 雪女将这个戒指看得无比重要 甚至还将她做成了项链 每天都放在贴近心脏的地方 所以 她是绝对不会卖掉 自己最珍贵的宝货 既然如此 舅舅建议雪女去当银游诗人赚钱 毕竟她唱歌唱得那么好听 听到舅舅夸赞自己 雪女立马修得小脸通红 其实她一直都是一个人在唱歌 根本没有勇气在陌生人面前唱歌 舅舅瞬间理解了她的感受 但是这样真的太可惜了 像雪女这样可爱 唱歌又好听的美少女 在地球做歌星的话 完全可以赚到一辈子花不完的钱 这让雪女十分激动 她也好像跟着舅舅去地球看她 可提到回家 舅舅立马陷入了沉默 看着舅舅寂寞的表情 雪女十分心疼 于是 她决定为舅舅献唱一首地球的歌曲 虽然她不喜欢在别人面前唱歌 但面对如此寂寞的舅舅 她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 在得到舅舅的感谢后 舅舅直接省略了雪女练习的过程 于是 在静文两人期待的眼神中 雪女唱出了舅舅心目中的神曲 如此温柔的歌声 让静文两人都沉默了 因为这是他们小时候游戏厅中 娃娃机的背景音乐 虽然静文两人对此表示难以理解 但他们还是决定尊重舅舅的审美 而舅舅在听到雪女的歌声后 整个人像是释然了一般 她躺在雪女的腿上 露出了沉迷的表情 但谁想到 雪女偏偏就喜欢这样的舅舅 在这温馨且浪漫的时刻 危险却悄悄来临 草丛中竟然窜出了几个士兵 他们已经跟踪雪女很久了 就是为了找到舅舅的踪迹 就在他们打算发动偷袭的时刻 黑暗中竟然走出了一个人影 熟悉的紫色雷电闪过 几个士兵瞬间瘫倒在了地上 而出手的人 正是悄悄跟踪舅舅的精灵舅妈 在静文和腾公惊恐的眼神中 舅舅才知道 这次是精灵救了她一命 没想到 这家伙还是有优点的 但舅舅完全没注意到 精灵的眼神中充满了杀气 看着舅舅关闭了屏幕 静文两人深深地为舅舅的生命安全 感到担忧 在雪女唱完歌的第二天 一个人欣赏日出的舅舅听 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而来人正是精灵救妈 舅妈上来就是一顿冷嘲热讽 你是打算和雪女在这里 永远地生活下去了吗 还是说要和爱丽西亚 泡着早打情骂呛 显然 精灵救妈是吃醋了 但舅舅却一脸莫名其妙 毕竟精灵又从来没说起过自己的名字 要不然她叫你爱尔加好了 可这让精灵更加生气了 那是家族名啊 这句话瞬间激起了舅舅的怒骨 她很讨厌精灵总是笨蛋 受人什么的叫自己 精灵也十分生气 因为舅舅从来没有告诉过自己她的名字 就在她越说越愤怒的时候 舅舅突然说出了自己名字 突如其来的惊喜让精灵愣住 她赶紧问舅舅的名字是怎么写的 舅舅只好当场给她教学了一下 精灵从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了 因为她可是第一个知道舅舅真名的人 回过神来的精灵总算回想起了 自己傲娇的人设 她问舅舅为什么要突然把真名告诉她 舅舅从来没想过 精灵会想知道她的本人 可精灵却觉得名字非常重要 既然如此 那精灵的真名又是什么呢 犹豫了一下 精灵小声地嘀咕出了自己的名字 眼看舅舅没有听清 精灵终于下了心说出了自己名字 结果这个名字的复杂程度 直接让静文两人惊呆了 舅舅表示 自己可记不住这么长的名字 听到这句话 精灵瞬间露出了失落的神情 于是舅舅连忙不救 要不然我给你取一个叫做翠的昵称 但精灵却认为 昵称是对一个王族的侮辱 舅舅还以为精灵对这个昵称不满 殊不知 精灵只是考虑到国家不会允许她被这样称 但舅舅只是单纯问精灵 喜不喜欢昵称 毕竟 翠字在地球意味着翠绿 是用来表示一种名叫翠翠的宝石 这个昵称是舅舅看到 精灵那双如同宝石一样翠绿美丽的眼眸才想到 这番话直接让精灵高兴地摸不着头脑 静闻和屯宫简直感动得不行 而此时雪女也终于醒了过来 她一眼就看到了精灵手上的戒指 但精灵没有解释 只是将雪女当作宠物一般动了她 而舅舅却发现 旁边有着一个像是遗迹的箭筑 雪女立马认出了 这是传说中的神词 整个异世界也只有三个 他们是专门为异世界来客进行试炼的 但两人还没说完 舅舅一个火焰魔法就将神词当场摧毁 下一秒 神词中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蓝色怪物 舅舅对此似乎并不意外 面对神明狂暴而庞大的力量 从一开始就要用最大火灭 话音刚落 舅舅就在双手召唤出了光剑 这急转直下的剧情 让静闻赶紧叫了暂停 他们完全没看明白 舅舅在干什么 但舅舅却十分坦白 将神词中的庞大力量打倒 难道不是推进剧情的正确做法吗 这个解释直接让静闻两人不知道该怎么吐槽 而此时腾宫却很厉害 为什么破坏了一个神词就变成这样了 神词难道不是有三个吗 很快 精灵就自动给他展示了答案 舅舅在消灭哥布林大军时意外摧毁力 其次就是爱丽西亚的那次 静闻没想到 舅舅的动作竟然如此利索 回归正题 舅舅用两把光剑直接用出了行报器流展 直接将敌人击穿 但怪物很快就挥出了炎氧 就在这时 精灵突然发现 地上发生了异常的生命能力频率 他意识到 这个怪物只是神圣魔法的结晶 任何攻击对没有实体的它都毫无作用 同时周围死去的魔物 也因为神圣魔法开始起死为生 既然如此 精灵直接动起手来 旋女也不甘示弱 掏出动神剑就行动起来 但效果却是微乎其微 复活的魔物就像是拥有不死之身一样 于是 舅舅打算缩短距离 直接将它们全部烧光 但还没等他用出魔法 只见怪物伸出双臂 引到蓝光瞬间击中舅舅 可下一秒 毫发无损的舅舅就转过上来 在精灵两人惊恐的眼神中 舅舅举起手臂 咽出了咒语 一道火焰凤凰不由分说的 就冲两个女孩起来 尽管精灵奋力地向雪女扑去 但她扔出的符咒却是丝毫没有作用 好在雪女在关键时刻 用动神剑护住了两人 精灵也意识到了舅舅受到了精神控制 就在两人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 红毛及时赶到 一拳就将舅舅毫不留情地击飞了出去 这可让红毛高兴坏了 毕竟她上来就击倒了一只兽人 而紧随其后的爱丽西亚 也对精灵两人用出了治疗魔法 但当爱丽西亚看到精灵的那一刻 三个女孩都愣住了 既然精灵出现在了这里 那刚才被打飞的兽人不就是舅舅吗 爱丽西亚吓得连忙给舅舅用了一个治疗 当她听到精灵给她介绍的目前情况 爱丽西亚立马决定 要用魔杖将舅舅的意识扭转回来 说完 无故精灵的阻拦 爱丽西亚毫不犹豫地念出了咒语 此时 时间好像凝固了起来 爱丽西亚看到了年幼的舅舅 一直身处一个狭小的房间里 她还以为自己是触碰到了舅舅内心的黑暗 直接给众人听的同情心泛滥 而此时的舅舅却凭借强大的意志力站了起来 她绝不允许别人侮辱她最心爱的游戏机 哪怕是被控制着精神 她也要还游戏机一个清白 随后 她念出咒语 用锁链魔法控制手臂 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下 然后 她从一空间里甩出了一个红色瓶子 空中浮现的火苗竟然开始吸收起了怪物的神之力 而这正是舅舅召唤出的魔炎龙 她要用魔炎龙把怪物的神之力全部吸光 然后再打倒她 而吸收了神之力的魔炎龙 已经变得无比强大 就连舅舅对她也束手无策 不过好在他们这边可是拥有这栋神剑的存在 眼看雪女一副惊吓过度的模样 两个男人失望至极 不过好在温柔的爱丽西亚为雪女解围 可不料 雪女的身上哪都是软的 只有嘴是硬的 红毛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完蛋了 就在几人束手无策之时 一旁的精灵却表示他们肯定能拥 方法也很简单 只要用超过魔炎龙回复速度的攻击 杀死他就可以了 而他手里的这把剑 是能够吸收力量并一下子全部放出的古代魔导具 只要将舅舅恐怖的魔力注入其中 相信哪怕魔炎龙在墙也能将其击杀 看到精灵自信的模样 众人感觉自己好像有信心了 所以哪怕没有动神剑 他们也能打倒魔炎龙 雪女对此虽然有点不明 但她还是选择了服从 就在这时 爱丽西亚突然把舅舅叫到一旁 原来她还没有告诉红毛两人 她还没有打败哥布林大军的事情 但舅舅对此并不在意 她更想知道的是 之前在温泉旅馆发生了什么 回想着之前尴尬的一幕 爱丽西亚的脸瞬间变得通膨 毕竟舅舅要求她在这里情景再现一下 眼看着两人的气氛逐渐暧昧 精灵可坐不住了 她在旁边绞尽脑汁地想让大家活下去 你们竟然在我眼前亲亲我我呢 恼羞成怒的精灵连忙将大家召集起来 她嘴上说是大家互相了解一下 话里话外却是暗暗嘲讽 爱丽西亚背着她偷跑 随后 雪女决定第一个介绍自己 雪女的这波操作 成功地给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此腾宫都忍不住吐槽 雪女不早就已经是无业游民了吗 可就在这时 一旁的魔颜龙终于看不下去了 不过 现在还不是决战的时候 必须要等到魔颜龙成为完全体势才能消灭她 要不然 神之力可能会暴走 精灵这幅球抱抱的扭捏姿态 直接给舅舅整不会了 但精灵的理由也很充分 毕竟她必须在决战前保存实力 所以 她只能强忍着恶心 让舅舅带她飞过去 眼看自己是逃不过了 舅舅毫不犹豫地用锁链捆住了精灵 无视精灵的喃喃自语 舅舅说她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 雪女瞬间感到十分轻松 因为这样一来 应该就没她什么事了吧 周围的人从没想过 传说中的兵之一族竟然是这个胆小鬼的样子 可此时尴尬的一幕发生了 无论雪女向哪跑去 魔颜龙都在死死地盯着她 可见 魔颜龙对兵之一族的恨意到底有多深 于是 雪女再次陷入到了恐惧之中 见此情形 舅舅当即决定由雪女充当诱饵 这样肯定能让决战变得轻松不少 雪女哪会同意这么离谱的请求 可就在爱丽西亚安慰她的时候 魔颜龙终于进化完毕 成为完全T的塔 迫不及待的就要向众人发动攻击 事已至此 雪女只好强忍着害怕 向前冲去 只要动神剑在手 魔颜龙什么的她才不怕 但她话还没说完 魔颜龙抄起一块大石头就向她砸了过来 就在雪女以为自己就要必死无疑的时候 爱丽西亚挡在了她面前 爱丽西亚不愧身负勇者之名 她帅气的身影差点把雪女都沦陷了 眼看着同伴都在努力 舅舅觉得该他们上场了 不过 精灵却异常地沉默 舅舅一眼就看出了 她其实并没有赢下这场战斗的信心 至于精灵为什么会表示他们一定能命 当然是想让自己不会因为恐惧 而动弹不得 她绝对不会让爱丽西亚他们 留下自己那样悲惨的回忆 听到这句话 舅舅颇受感动 尽管身处战场之中 哪怕是同伴们痛苦的喊叫声环绕在耳边 舅舅与精灵依然在深情地对视着 不过很快 这美好的氛围就被魔颜龙打破了 舅舅也不得不再次与精灵并肩作战 而舅舅在异世界中 最危险的一场战斗也就此展开 不过在开始之前 静雯有话要说 她终于看到了一场震惊的 异世界奇幻战斗场景了 为了不辜负此时感动的心情 她决定先去上个厕所 然后准备好喜欢的零食 最后兴奋地看着舅舅按下开始键 只见舅舅与精灵奋力一跃 毫不犹豫地冲向了魔颜龙 眼看着魔颜龙准备发出龙漆 舅舅与精灵决定第一波要应对下来 随后 舅舅伸出右手召唤出防御魔法 尽管魔颜龙的龙漆威力十分强大 但舅舅又怎会轻易认输呢 她强忍着疼痛 将精灵甩出龙漆的攻击范围 随后 精灵借着魔党具的力量 瞬间向魔颜龙逼近 就在魔颜龙准备用尾巴消灭眼前的人之时 一抹亮眼的蓝色在空中一闪了过 只见学女喊出咒语 动神剑瞬间延展出无数冰柱 直接封锁住了魔颜龙的行动 趁此机会 舅舅召唤出无数雷霆 强大的力量瞬间涌进了精灵手中的魔导具之中 下一秒 浑身缠绕着雷光的精灵 就狠狠地与魔颜龙对撞在了一起 但人类之躯又怎能与神明之力相抗衡 就在精灵面露疲惫之时 她眼神一鸣 将自己的左手点在了剑柄上 帮助精灵发动了最后一击 等一切结束之后 精疲力尽的精灵瞬间失去了意识 眼看着她即将坠落地面 舅舅想都没想就冲了上去 等精灵再次睁开眼睛 她就看到了自己那个深爱的男人 这一刻 成功除掉心魔的精灵 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爱意 不管以后遇到怎样的困难 她都会紧紧地握住舅舅的双手 这是精灵第一次体会到公主抱的感觉 看着眼前舅舅的脸庞 精灵从未有过如此安心的感觉 可就是如此温馨且美好的时刻 舅舅的本性再次暴露了 她仔细闻了闻女孩身上的味道 发现她的身上有一种烧焦的臭味 这可让精灵害羞的不行 直接在空中就挣扎了起来 结果 他们就从空中掉了下来 不过好在 精灵早已经习惯了舅舅的这些行为 随后 她就突然发现舅舅正在旁边收集魔盐 她刚想询问舅舅这么做的理由 却不想被赶来的同伴们给打断 邪女冲上来就是一个完美的微笑 她询问舅舅 觉得自己刚才的表现怎么样 这完全是一副快夸夸我的样子吧 本以为舅舅会无视她 却不想舅舅这回却一反常态 舅舅表示 如果只有她自己 可能需要四个月才能打倒魔盐龙 而且这样肯定会对周围环境造成破坏 所以她真的很感谢大家的帮助 尤其是雪女 哪怕都害怕的瑟瑟发动 都参与进了战斗 不愧是传说中的兵之一族 爱丽西亚激动地对她说 得到舅舅的夸奖了呢 这是一件十分值得高兴的事情 这时 雪女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她也想被舅舅抱住 而且 她还特意询问爱丽西亚 想不想像精灵那样 被舅舅抱着飞一次 突然被问到的爱丽西亚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舅舅夹在了腰间 虽然舅舅的魔力已经所剩无几 但女孩小小的愿望 她还是能够满足的 第一次飞上天的爱丽西亚被吓得直哆嗦 她连忙让舅舅把她放了下来 无视浑身散发阴森气息的精灵 红毛两人也想试试飞上天的感觉 看着精灵充满杀意的眼神 雪女感觉自己好像惹麻烦了 不过说起来 舅舅还要感谢雪女昨天晚上的帮助 那真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夜晚 雪女的动人歌声 至今仍在她的耳边回荡 这毫不掩饰的赞美 让雪女感到既兴奋又害羞 她请求舅舅 不要在别人面前说这件事 但是还没等她回过神来 她发现自己的手上多了一枚戒指 这一幕 让一旁的精灵气得不行 于是 她开始安慰自己 她可是与舅舅互通真名的关系 然而下一秒 舅舅就告诉了雪女两人自己的真名 这件事情让精灵彻底忍不住了 这下子 她甚至连仅存的优势都不复存在了 面对眼前三人的和谐氛围 精灵再也无法忍受 她对舅舅质问 为什么要泄露她的真名 然后挥动小拳头朝舅舅打去 就在这时 装有魔炎的瓶子突然坠落 看着舅舅惊慌无比的样子 精灵趁机发出疑问 究竟她打算如何使用魔炎 事实上 当舅舅在击败魔炎龙的那一刻 这意味着只要她能够让魔炎变得更加强大 并让其攻击力与她的力量碰撞 或许她就有可能回到家 然而舅舅刚说完这些 精灵一箭劈来 她要亲手毁掉 这个可能摧毁她余生幸福的事物 这种残忍的举动 让屏幕前的静雯和其他两人都感到受到一股含义 眼看着舅舅终于找到了回家的线索 腾公也忍住发问 舅舅究竟是怎么回来的 是用的这个办法吗 但在舅舅回答之前 静雯就急忙制止了腾公 毕竟剧透可不是什么好事 然而 腾公觉得14年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舅舅却告诉她不必担心 毕竟她是一名独行的玩家 类似之前的故事已经没有多少了 尽管如此 静雯却明白 舅舅的认知与实际情况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等吃完饭回去的时候 静雯就发现电脑屏幕突然又亮了起来 她连忙去找舅舅询问原因 可舅舅却告诉她 那时她被没收全部财产关在了监狱里 看来这部动漫的故事还没有完结 之后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季的更新吧